大家好,我是拉仁光 今天想和大家谈谈政府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可以影响到楼价升或跌 例如2003年,有孙九招 控制了土地供应 在供应方面,当年也不再出售公共屋村 也不再建居址有期屋 所以令楼价止跌回升 加上外来的环境会比较好 有些外在因素,例如有持有幸,经济也好 当然楼价会飞升 今天只是谈谈政府的政策 外来的因素我们就不再提 到现在政府的政策,刚刚跟当年相反 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令楼价下跌 如果大家想知道为什么,就不要错过今集的内容 在未开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订阅,请帮忙订阅 请赞到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请帮忙看完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我们以前认知的,政府的资助房屋 就有什么自治居,有公共屋村,有这个居住 但近年政府提倡了一种叫简约公屋 简约公屋,我们什么时候认识呢?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政府突然间 将契德的福地拨出来做简约公屋 这个消息也是令到现在契德楼价大跌的其中一个因素 那什么叫简约公屋呢? 我们顾名思义,一些很简单的公屋 怎样简单呢? 就是楼高就不像现在的公共屋村 大家建成了多少? 建成30多层,40多层 就像我们这些私人楼月那样高 但是简约公屋就不是了 可能只有三层,四层 就是那名简约公屋 即是尽快建出来,推出市场 有需要的就可以帮助一些窮困人士 这些简单点建出来的公屋,叫简约公屋 政府突然预计了,这些简约公屋只是一个短期 长期就会拆掉 那拆掉的福地也是如何? 都是建成公共屋村 那简约公屋呢? 其实主要是针对一些年轻人 或者一些现在住在劏房户 希望他们能够快点上楼了 近这半年,因为这个河马事件 大家又有花生 大家在吃花生之外 是不是看到这个房屋处长 是不是经常出来说 如果河马真的有违法公屋屋处的 住户条例 那他们就会收回公屋 大家有没有发觉 自从这个厨长上台之后 收回公屋的速度快了很多 也令到很多傅户 纷纷将公屋交回政府 令到交出来的公屋 数量比以前多了很多倍 收回的居屋多 是否比较有需要的人士上楼的速度更快 这样也会影响到私人楼园的租务市场 因为这班人如果当时未上政府楼的时候 一定是在外面租楼 大家会想像到 如果私人市场里面租楼的人多的时候 是否自然而然 10%一定要跟上 就会多人卖楼 而租给租客 而赚取利润 所以现在这个收回公屋 就会令到 需要租楼的人就少了 租楼的人少了 也会影响到私楼的楼价 第三样东西 就是增加供应 增加供应跟030那次 真是孙九昭的做法不同 他们是减少供应 现在怎样 香港政府是增加供应 无论明日大嶼也好 或者北部都会驱 和旧区重建 大家都看到一些事件 和很多发展商合作建楼 虽然他们建出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单栋楼 但有一些都卖得挺好 最近 譬如是长沙环的圆月 这个圆月真的卖得挺好 他将一百九多个单位 一次过推出来 竟然可以一乎清 即是晒冷推出来也能卖得 主要原因是便宜 够便宜就可以卖得到 而现在很多发展商 常常说 那些楼卖不了 那些楼卖不了 就因为你的价钱贵 你试一下 你减两三成 肯定全部一乎清 政府增加供应的决心 我都不用说其他 只是说北部都会区 政府预计 整个北部都会区 可以容纳260万人 如果我们以一个三人家庭来说 已经是几十万户了 这个数字真的很夸张 差不多一百万户 一百万户来说 七成虽然是公共房屋 还有三成是私楼 三成私楼三十万户 即是怎样消化呢 现在香港一年 好像消化五万户 那三十万户 即是要六年才能消化 还有其他区域出来的 所以未来的供应 大家就不用怕不够 直接多过头 那人家常常说 现在的业主真的要放楼 即是我们不要管特朗普的关税 你只是看海量的供应 即是你会看到楼价 没可能会涨的 即是它不跌 已经算偷笑了 就不要说会涨的 即是你有没有经常听那些 所谓的专家 所谓的地产老板 天天都叫你们买楼 所以现在买贵了 将来就会涨 哪个保证 哪个保证将来会涨 即是保隆来到香港 照见发展商 他跟发展商说 一定要支持 李家超政府的北部都会区 即是叫他们投地 即是很坦白说 他现在看到香港的地产商都不投地 不投地 即是香港没有钱 对不对 那你没有钱的时候 将来哪些都会有房屋供应 即是政府跟你说 他只是负责公园房屋 他不会理你的楼价升或跌 基本上一件事 越来越便宜的时候 越来越多人 会拥有 或者尝试到 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以前 香港吃日本菜很贵 以前日本菜 在香港只有一些富人 或者收入高的人 就可以享用 这些穷人不是说不能吃 但是吃一餐 整个月的人工 就好像太离谱了 好了 现在香港日本菜 如何? 便宜的又贵的又 大家就可以因应自己的能力 而去选择了 将来的房屋 亦亦是豪宅的又 便宜的又 便宜的又 为什么乘车优惠 会跟楼市挂勾呢? 因为就是2元乘车优惠 这么便宜 很多长者 假日就趁这个优惠 就上深圳去消费 上深圳消费 不只是年轻人 或者一家大小 所以说 很多长者 在平日 就一起 就上去深圳 就喝茶 喝完茶 就买菜 就是买烧鸡 买菜 买猪肉 每天都来来回回 因为它的成本便宜 这些消费 以前就在香港进行 要在香港进行 街市是否要多买些店 菜单是否要多买些店 猪肉档是否要买些店 譬如一些萧立档 是否要买些店 其实这些也打击了 香港的零售和饮食市场 所以这些正正打击了 店铺的租金 所以其实我们说楼市 就不可以只是说住宅 就是工商铺 我们都要看完 今次这个2元优惠 就不是对住宅有什么打击 是对工商铺 就有打击了 最后一个影响到楼价的政策 就是输入这个劳工 我们先不要说输入专材 只是说外劳 外劳其实政府就有了 培压 就是看看这个图 就知道资格 和培压多少 那我们就会看到 尤其是输入那些地盘工 大家都知道 其实现在香港那些地盘工 都未输入劳工之前 年纪都很大 起码都不是几岁以上 尤其是扎铁那些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 年轻人肯定入行 因为太辛苦 日晒月亮做地盘 虽然你的工资很高 但问题始终都是辛苦 尤其是现在香港年轻人 开始叫生惯让 或者父母都不想那些年轻人 走去读书做地盘 所以这个概念 令到年轻人 就不入行 政府没有办法 唯有输入这个劳工 输入这个劳工 尤其输入这个劳工 尤其是输入这个建筑的人 就会令到发展商的建筑成本 大为降低 发展商的建筑成本降低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建筑成本 也是影响楼价一个部分 所以政府不断输入这个劳工 除了影响本地人的就业之外 也是令到发展商 可以便宜一些的楼 可以卖出来 其实现在发展商 不止输入外劳 还建筑楼 就差不多只用中国建筑 如果大家知道 现在的行情 其实现在很多建筑公司 那些二盘三盘 那些都没有薪金出 如果没有薪金出 那些高人怎么会和你建筑呢 所以现在很多 都是一些国营的建筑公司 已经下来香港 就负责建筑 我想未来都是被国营取得了 香港那些建筑公司 整理了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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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建筑行业 不知道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香港建筑的高人 在做了之后 没有薪金出 牵涉到这些 大多数都是香港的公司 就不是大陆公司 这些香港公司 为什么没有薪金出 应该由判头制度出了问题 大判又不知哪里 就拿了些钱走 又不允许 会产生这么多很大的问题 现在香港 就经常都说 失业率只有3.5% 很低很低 但这3.5% 都不知道政府 有没有做过手脚 因为我们看到 香港不止那么少人失业 香港和我们当时全民就业 都是2.3% 就差很远 那种气氛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 香港只有这么少人失业 即3.5% 最后大家要知道 2003年那时 政府和现在政府 已经不同了 组成的成分都不同了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不同了 2003年那次 不只是减少土地供应 只是停止了土地供应 而今届政府又如何 反过来 就大量增加供应 所以大家就不太简单 就以为 2003年也是疫情 之后跌了 就升回了 如果大家用来普通的心态 今次你就输到结塔塔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看先 拜拜 2 1 2 2 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